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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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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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信息服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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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啦 抱歉抱歉 刚才因为我们的设备呢 有一点小扫的 这样一个没有调试好 现在呢 看到标题哈 大家都应该知道 今天要跟着我一起去寻找 这样一位食安的景观 所以呢 一会儿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其实哈 没关系的哈 要跟着我一起去寻找 这样一位食安景观 现在我身后是超市 大家刚才看了这么久 这样一个屏幕 大家也知道这里是哪里了 思安的景观呢 据说是在农贸市场 在我们的超市 甚至在我们的手机里面都有 本场直播呢 由贵州日报 金贵州 联合腾讯新闻 腾讯视频 天天快报 以及食品安全云 为大家共同播出 之后呢 镜头会切换到 食品安全云的这一边 我的同事会带大家 继续进到食品安全云里面 了解这究竟是一个 怎么样的大数据平台 现在呢 我就要请出我的嘉宾主持 让他跟我一起 我们进入到超市去购物 把我们日常当中 能够看到的这样些食品 我们喜爱的这些食品 找到这位景观 让他来给我们检验一班 现在跟着我进去吧 看到了 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小孟姐了 小孟姐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说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要去找到那位景观 对不对 现在我们先推个车吧 好 我们先推个车 大家都很好奇啊 这个景观 怎么会在超市里面呢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是食品安全的 质量查询终端 那么这个呢 就是放在超市 来供食品 就是大众消费者 来查询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 一个平台 因为平时大家 就是大众消费者 比较关心 食品安全问题嘛 但是他又没有地方 可以查询 可是超市呢 就是大家平常 都在这里买 产品 所以说我们放在这里 大家就查询 它的质量安全问题 非常的方便 就是这里呢 也可以说是 人员非常密集 而且食品也非常多 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呢 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 看到 所以在这里 能够查询的话 其实是最方便的 对对对 怎么查询呢 好好奇啊 大家都可能会觉得 有个景观 在我们的超市里面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对很神奇 这么 等一下我们就买一些 我们生活当中 比较常见的 就是常吃的 这些食品 包括就像 主播你也比较喜欢的 然后我们去到 那个景观 那台机器查一查 看都能够查到 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可能会 现在大家 就是大众消费者 在超市里 看到这样一台机子 估计可能都觉得 比较神奇 又不大会使用吧 是 就是景观 是一个机子 对对对 我们家一个查询 终端 它是一个终端机 终端机在里面 现在呢 我们进入食品区域 来进食品区域 平时小文姐 也喜欢吃什么东西 我呀 看我这个身材 我就比较 一个吃货嘛 我就什么都比较喜欢吃 什么饼干 还有一些小食品呢 包括还有一些牛奶 什么这些 我都比较喜欢 好吃的就OK 所以今天要大家 逛逛逛逛 我现在超市人 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送我平时看到 什么柚子茶 奶粉啊 饼干 这个饼干呢 你也喜欢吃 我们拿一盒吧 一会去 这个体积还是有点大 看一下 咖啡也喝不喝 平时还比较想 我们是带大家来买东西 对不起 这个直播 因为你不要忘了 我们的直播 都会吃东西 今天是带大家买东西 特别生气 哎呀 你吃什么 太肉干了 而且肉干还蛮有名的 还有什么 比较特别喜欢 奥利奥你喜不喜欢 吃奥利奥啊 我喜欢吃这个口味 你喜欢口味 它是巧克力夹心的 巧克力夹心 其实都可以了 虽然巧克力有点发胖 现在还有新口味了 对对对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 他有只狗 叫奥利奥特别可爱 所以我挺有独钟的 我还喜欢吃 好 花梅 哎呀 花梅我也喜欢吃 花梅 看来我们俩 在一起 每人都玩到一时 没喝的 不行 我不要买 去前面去看一下吧 我喜欢喝酸奶呢 你呢 牛奶酸奶都可以 牛奶酸奶都可以 是吧 大家是不是打开 这个直播 觉得这两个直播在干嘛呀 在买东西呢 是不是特别神奇 然后呢 我们会把所有买到的 这样一些东西 通过我们景观的 火眼精一一的来检验 看看景观 就是是怎么样来保证 我们的食品安全的 好 现在这是我们超市的 这个酸奶 还有牛奶区域了 我们有点像 给它超市做 一下推广吧 好 没关系 拿自己最爱吃的就好了 自己最爱吃的就好了 酸奶 酸奶来一瓶 真的是大果粒了 一瓶哪够啊 好 希望请看一下 粉丝会不会觉得 想问就说 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吃 可以啊 到超市来找我们 我还比较喜欢喝 山花的酸奶 这是我们贵州本地的酸 本地的 本地的 我们是贵州本地的人 但是这个 山花的酸奶 我还是比较喜欢喝的 比较喜欢喝 好 我们继续走 你说我们拿这么多东西 去景观那 他会不会 这几个人 怎么这么多东西要查呀 但没关系啊 是不是 不管我们拿多少 景观都能够查 对的 他能够查到多少的食品 你知道吗 他是这样子的 目前呢 我们是有能够查到 将近两万余加的 四万余加的产品信息 可以供消费者来查 准备非常的大量的信息 对的对 就是不管我鱼肠 我吃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 预包装的 有条心码的 有条心码的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那 因为景观呢 听说它是 农贸市场也有它的影子 超市也有它的影子 然后 它手机里面也有它的影子 那么 就是在超市和农贸市场呢 这样一个景观 它有多少啊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来到了 这个是华联的 延屋街 就是它的宅机店了嘛 那么整个这个店呢 有一台 整个我们是在贵州全省 一共有八十多家的超市 那么贵阳市是有四十多家 然后下面的地州县 我们在同仁啊和平拜 一共有四十多家超市 覆盖这台机器 一共是大概有一百多台的 这样的景观的机器 就是有一百多位景观 在守护着我们的 对 因为有些超市它比较大 面积比较大嘛 如果我们只有一台的话 肯定不够查 所以就有的放了两台 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找景观吧 说着说着就到了 就是这台 这个是 等一下啊 可以过来 这是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食品 食安景观 的一个质量查询终端了 这个就是所说的 我们的景观 那这台机器了 大家注意看一看 因为平常不注意的话 可能会以为 这是个广告牌 对对对 比较像广告机 但是啊 它有着比广告牌 更大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对对 小龙姐能不能来 给我们全程的 演示一遍 调得好呗 可能很多人 他都不会用这个东西 这样嘛 我就这个牛奶 要小小一点 我们先来扫描这个牛奶嘛 扫一扫就会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山花的一款酸牛奶 然后呢 它后面有调心码 因为我们的使用方法 是来查新调心码的 把这个调心码 对准我们的机器 右下方这里 然后呢 对 横着来扫一下 然后让它 听到声音了 马上就会出来了 听着一声 哎 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现在可以看得到 这款牛奶 产品图片就是它 然后再往下方 可以看到到 它相应的信息 那么还有它的 生产企业的营业啊 生产许可证 流程许可证 都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呢 这个可以点开吗 哎 可以点开 点一下 但是就是反应有点慢 可能 哦 就是它所有的 从它出生到现在 经过的所有路程 我们都能够看 对对对 它是一个 它的一个生产许可证 哦 这个有点慢 我们先返回去一下吧 等一下 看看哪 哎 再点一下就回来了 非常快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右面它主要 大家比较关注 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吧 哎 这里是它的 整个这款牛奶的营养成分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 再往下方呢 是它的检测报告 自检 送检 抽检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款牛奶 是12月3号来生产的 然后下面呢 它的检测报告的 结构化数据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嗯 然后相当于 什么是结构化 因为检测报告 它是一个 就是一张纸嘛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有一个检测报告 可以点击它 来查询检测报告的元件 稍等一下 也是有点慢 哎 这个就是 哎 整个三维乳养 它的一个检测报 哎 对可以往下滑 可以看到到 相当于它 再往下 它是一个 就是这样的 一个电子的这种 然后相当于 刚刚在右侧 反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它是一个 结构化的一个数据了 就是说 这个牛奶 谁检验的 我都知道 对 哪个检测机构 来检测的 它检验了 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也知道 对 然后包括检测的 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指标 包括你可能 刚刚看到结果 觉得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整个 它是符合了哪项 是国标 地标还是指标 它的检出线是多少 到底它位居的 结果是位居在 一个什么范围内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刚才我们看到 是贵州本地的产品 我们拿一口外地的 买回 奥利奥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全 奥利奥 好的 看一下 它的调形码也在这里 然后呢 对准机器 我们下面这里 然后来扫一下 好 出来听听到 没有扫到 这样的 出来了 比较快 也是它的产品信息 还有它的这个厂家的信息 对 这是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园的 然后呢 这个营养成分的话 可能就是 它这个营养成分 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有的话 没有办法 就是它是在产品包装上 也是有的 当然我们的这个 最重要的是 它的一个质量信息了嘛 所以说呢 在这下面就可以看到到 这个是它的送检的 报告在这里 结果化的数据 同样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 生产日期来查询 所以的整个的话 对上面 点击这里 就比如说 我们拿到的那款产品 是哪个日期 也可以在上面选择 也可以在下场选择 对 在这里 8月26号 8月 是输2017吗 这样吧 我们在这里选择 8月 8月26号 看有没有 然后输入一下 一看没有 因为它只是跳进来 最新的报告 如果发现没有的话 等一下我们会讲 来如何处理的 就是如果没有查到的 然后呢 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我的同事 将会在我们食品安全 这样一个区域给大家讲解 究竟应该怎么样处理 对对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虾米的信息吧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看看它要扫描什么 要不扫描这个饼干吧 可以 这个好大 这个就有点大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 上下的 然后也是这个条性嘛 对这个条性嘛 好好对准到我们这里 就出来这个扫的还有点快 好像什么都可以扫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的产品信息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福建省的 然后可以查看它的营业指教吗 现在网速好像快了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可不可以看到它的营业指教 看一下 这个因为是生产企业 看一下哈 江苏省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慢 不过等一下没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来查看 改方在超市里面的食品质量安全检查中端 真的特别有用 对对对 我读人拿到什么东西 就算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可能我找不到这个生产的嘛 我都可以来扫一扫 我一扫我就知道它大概有哪些的内容 对对对 然后对它抽检信息 有些它没有的那些信息 它是自检送检抽检 因为有些抽检的报告 它是政府来上传的嘛 然后有些还没到出检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这个报告 这个还可以往下 对还可以往下滑 你看这些全都标明了 全部都特别清晰看起来 因为可能大家当时消费者 对视频安全信息 专业的这又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我们直接用到这一款中端机 所有的信息全都成立在这里了 就非常的方便 我又有一个问题 像我们看到这个都比较好拿了 那遇到那个怎么办呀 那个不那么重啊 那么大 我们俩 我觉得我们俩抱着桶油 可能就有点困难 关注点就来了 是不是我们俩 现在要去把它抱过来 不用的 不用的 我来告诉你啊 是这样 因为这个中端 我们是放在超市 来供消费者来查询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下面有个二维码 这二维码是我们的实案测 就是我们的APP 相当于把这款中端 用APP的形式 直接下载到我们的手机上了 直接用我的手机来看一下吧 那我也要扫一扫 嗯 相当于扫一扫 就可以看得到 对 然后就是这个实案测 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APP的主界面 好 APP跟这个上面的主界面 还有点不一样 对 有点不一样 它比较变民了嘛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们同样是扫描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扫描的这一块 来吧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这么大桶的 这边选一个吧 这个正好在外面 在外面啊 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啊 怎么样了 还挺快的 哎 出现了 就是它的照片反映的 有那么一点点慢 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生产企业 还有它的检测报告 在这里也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哦 非常的方便 就是不管是我在家里 我在任何地方 只要我有疑惑的时候 我都可以扫一扫 对 只要它有条件慢 看看它有没有提到的问题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 就是正常的 它是合格的 嗯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啊 市面上有很多就是名字 可能有点稍微出入的 这种扫出来 可能一眼就能看到吧 它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扫描的话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这款产品 然后它上面所有的包装 这些信息在这里 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拿到那款产品的话 和我们这上面包装不一样 那是它的厂家是传错了呀 还是说它到底是假冒伪劣的呀 干脆别人贴的一个包装 这样就比较明显了 那种假的包装 应该扫不出来吧 没有进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吧 假的包装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以调形码的方式来扫描的 一般这个调形码 它是要食品企业 从它的企业的角度 专门跟国家机过来申请认领的 一般它假冒伪劣的话 它这个调形码 它也很难了 对 就是我一扫 扫不出来的 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 再看一看 它的外貌啊 跟你一常买的这样一些 常规的正常的产品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是我们真正合格的产品 对 如果扫出来 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款油 它就是 它确实是倒倒全的 我扫出来不一样 怎么办呀 不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的那款终端机 它不是有反快 看一看 我有信心码 快 对 对 我们在这里得扫描一会儿 才能看到 你现在再扫一个了 嗯 扫一个 哦 那个小一点 那个 还扫牛奶吧 换一个纯牛奶吧 好 纯牛奶好长一点 嗯 还是对待我们的 调形码 没听到声 哀哀的一声了 对 对 马上要反车 哎 你还是比你挺慢 我 我让我们再扫一下 可能我听错了 超市人太多了 哦 没有找到 那太近了 我等一下 哦 你怎么了 警官可能贪婚的不小心 警官已经出来了 嗯 在这里有看到信息反馈的 这样了吗 哦 信息反馈 对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回过头来可以看到到 问题的类型啊 相应的 如果说 消费者在查询的时候 发现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 然后点击提交 那么这样的话会 可等一下 我们另外一场的主播 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先见 会给我们解释 到底反馈到哪里了 他的信息来运是在哪里 整体上会 在那边会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那我们再把 接下来 刚才我们选的 全部扫一遍吧 今天这么好玩 嗯 都扫一遍 咖啡来 用手机来扫吧 因为我们的APP 还有其他的功能 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嗯 因为我们的APP 还有其他的模块 那我拿着 好 帮我们拿一下 直接来扫一下 这里光线比较好 扫它比较快一点 这是我们咖啡是吧 对 咖啡 来了 对对对 然后在这里也是香烟的 直接在APP上 可以看到它的自检报告 送点 收检 我先返回啊 这个是我们查到 这款产品的信息 还有它的营养成分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当然呢 我想着重介绍的是 我们APP的一个 其他的功能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 只是扫描的这个模块 对 大家可以看到到 我们这个主界面 有扫一扫 还有视别安全风云榜 视别安全风云榜 点击来相当于 就可以看到到 我们把这些产品 类别分类的 你想查看乳质品的 我可以直接来点击 进去看一下 乳质品有什么 我的乳质品很感兴 别做了 回到上面去 你尿的 对对对 乳质品啊 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什么 比如看个经典原味的 我们平台上 有哪些信息啊 然后就可以看到到 相应的它的 也是 这是其他省的产品了 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它这个风云榜的排名 是什么排的 它是我们后台 有一套 就是它的一个标准的 就是一个专业的计算规则的 然后来看的 然后回过头来 再返回来 我们还有第三个 健康小工具 在这里可以一分钟 快速的体验 像什么BMI值啊 SW在这 快速体检 对对对 这个是消费者 比较喜欢的一个模块 有的体重增长表 都可以看到 对在这里 大家就下的ATV 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我不想看到标准 然后我们再返回来 还有一些资讯中心 那么资讯中心呢 这里面相当于就是 你看到吗 食品安全最新的 食品安全事件啊 还有一些食安知识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一些焦点话题 超重有肥胖处 大家还有关系一下 很多就是 喜欢暴饮暴食的人 对这里还有相应的 一些政策法规 相当于说我们APP 给大众消费者 达到了一个科普的效果 不光光可以查询 这些信息 还可以就是了解 这么多的信息 对自己的一个 知识结构进行 就是升级 然后了解到 什么样的食品 究竟是普通 对对对 这样也是更来 照顾大家的一个 家人身体健康 最新的是什么 胃经会致癌 胃经表示很委屈 一会儿可能下来 我自己要下一个 因为我听说胃经也吃 像我爸爸妈妈平时 也不叫我吃胃经 说要做饭的时候 也要少放 消费者 KTV喝到过期不久 到KTV我是不是马上 就可以拿出来扫一扫 过期了 给我换一个 对 看一下那个上面 它的生产日期和它 服务符合 如果不符合的话 你直接反馈一下 它有相应的监管部分 来进行监管 这两个 威士忌不一样 要报警 还有食物街的网红 这些就是食物街的网红 它只要有条形码 都是可以扫的 对 它因为像有一些 火锅底调 它也是预包装的 有条形码 所以也可以直接扫 食品安全 先从微信的大高 对 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好多关于食品安全 这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 这个是一个APP 然后主播有没有看到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二维码 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面的话 我就直接用我的手机 来关注一下吧 因为我的手机 本身已经关注了 所以说我直接在这里 搜索一下食品安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就出来了 很貌气 在超市跟农贸市场 有这样一个景观 对 手机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景观 您可以随时的查到 您想查这个信息 那么公众号里面 有点是那个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公众号 它这里公众号 直接是一个主页 也是食品安全相关的事情 因为现在大家用微信 太贫乏了 可能有些它不下APP 那我又想看那些信息在哪里呢 所以你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点关注 就非常的方便 这里最新的信息 当然呢 它还有一个 山风云 这里呢 有我们的整个食品安全 它的一个项目的简介 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个 招聘信息啊 还有新闻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跟我们食品安全相关的 这样一些信息 对 所以在公众号里面查询 嗯 特别厉害啊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景观 就是无所不能 所有的东西啊 不管你是什么 只要你有调情嘛 哈 火眼睛睛 立马就能看到我真伪 嗯 好 还行 不行 我还多想自己来玩一会儿 是用APP 还是用这个景观来 你想 来一会儿 但是这个酸奶的调情吧 哦 在这里 我只要返回一下 返回它主界面 嗯 好的 大家看到 拿到的是酸 酸奶 就到了没 就到了 来了 嗯 可以看到它是哪个公司的 它这个应该是供应商 它的报告还没有结构化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 来查看一下报告的元件 稍等 一下再加载一下 因为当它没有结构化的时候 因为我们整个数据的审核 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嘛 如果说你没有看到结构化的数据 你就看它有没有元件在 因为整个的话 工作它有一个流程 需要时间的 甚至是不是还可以看到 它的生产失格证啊 对对对 这个厂家的生产失格证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报告 因为这是鞋的自检报告嘛 我看到它们鞋的一个 这个各种类别的 检测还是挺多的 检测报告 我们选的这本是那个 大早的 大早的 这个鞋比较厉害 把它总的全传上来了 谢谢 它这也比较省势了 对对对 这大早的 大早 我们可以看到是合格的 合格 对 这个鞋 三星啊 对 这个判定合格的 对 这个鞋比较厉害 看一下这个 刘苏 这个数据也会重要 因为它是生产企业嘛 它可能就是它的生产许可了 它生产许可这块 已经没有上传到 如果反应成这 哎 有了 食品生产许可证 这回我们主播直接拿的反应的要快一点哦 刚才几个证件都没有 反应的有点慢了 网络 全部都可以看到 对这个就是它生产许可证的一个扫描 今天通过后台上传到 我们应该让在这里就可以直接扫描到 它是有正规的生产许可证的 所以它的产品是合格的 对 再来看一下 它是剪包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都有啊 这 连生产许可 营业执照 对 营业执照出来了 就是 你看 都是 就是正规的 就是正规 对对对 因为直接上面有了解它的扫描 如果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是可以立马就是知道嘛 对对对 在这里就是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 对对对 好了 今天呢 在超市呢 带大家检查了 比如很多赤道 咖啡 饼干 酸奶呀 比如说很多东西 当您路过这样一块牌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以为啊 千万不要以为 它是一块广告牌 这是我们的食安景观啊 您有对食品有任何的 这样一个疑惑 或者是你觉得 我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不知道是不是正规厂家的 或者是你怀疑 哎 它跟我之前看的包装不一样 我扫一扫 立马就能够知道 它的真伪 或者是 它的生产日期 它的这样一些 呃 送检 抽检 自检的一些结果 所以呢 呃 大家就是有任何疑问的时候 不妨到超市 或者是农贸市场 手机 APC上 您都可以向警官咨询 这样一些信息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把镜头 切换到我们食品安全云的 这样一个区域 由我的同事 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这样一个大数据平台 因为食品安全云 真的是一朵 非常强大的 这样一个云 现在其后台导播呢 将镜头切换到 我们的食品安全云 请我的同事 继续带大家 学习我们这个 呃 我们是安全的 这样一些知识 然后大家了解 我们警官究竟是 怎么样才能够这样的 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刚刚呢 我的同事啊 大家在超市里面 领略了我们食安景观的魅力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是增长科技还要很高的 我们这位摄像小姐 也可以给大家拍一下 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很好奇 我们现在所有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其实要我们的食安景观 就是诞生在这个地方 今天啊 我们不仅要教大家 如何利用这个食安景观 来检测我们食品的身份证 更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整个食品安全云 大数据的整个管理体系 以及它的接管平台 那我们今天呢 这么重要的问题 要先要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播 陶光灿博士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整个我们的后面内容 来我们先有请我们陶老师 来给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那陶老师啊 就是我们刚刚在我们超市呢 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 我们一个检测终端 您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呢 您是怎么看待那个终端的 这个终端呢 其实我们常叫是叫做广告机 有时候呢 我们把它通俗的叫做大手机 对对对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硬件设备 其实这里面呢 关键的是它后台的这些数据 那么之所以 超市里面的95%以上的食品 都能够查评得到 那就是因为我们后面呢 有一个大数据平台的支撑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地方 还可以来了解一下 大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啊 我们今天在直击我们 食品安全的主题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大数据的 整个发展背景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啊 不仅要来看我们大数据 我们更要请到一位 我们美女讲解员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我们大数据 来给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做介绍 好的 那您可以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大数据的整个发展过程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 这是贵州省大数据行动战略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贵州省发展大数据的顶层设计思路 344533 我们都要回答数据从哪里来 数据分在哪里 数据有关于和应用三个问题 坚持数据是资源 应用是核心 产业是目的 安全是保障 四个理念 建成全国大数据 内容中心 服务中心 金融中心 和创新中心 四个中心 打造五个层级产业链 发展 核心 关联和衍生 三个业态 最终的要实现 一半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一半数据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半数据服务改善民生的三个目的 那么为了贯彻 什么省政府的顶层设计思路 贵阳市呢 为了完成六大任务 建设五大基础工程 推进十大专项 开展一五十百千万行动 到了2020年 要进程大数据产业高度聚集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大数据创新力度显著增强 大数据距离精准试测 大数据服务精准高效的 以引领型试验型释放行为特色的中国数股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 一种产业 一种技术 更是一个时代 那么贵州是如何发展大数据呢 这边请 贵州发展大数据呢 发展大数据 贵州主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顶层设计优势 贵州省344533的顶层设计思路 贵阳市全力打造 公平共享 创新型中心城市 新的方向引领未来 二呢 是认识优势 发展大数据是贵州弯道取直 后发赶超的 战略性的选择 三是市场优势 目前呢 贵阳以货平为了全国首批 大数据发展水平 五星级城市的称号 产业发展 建成规模 积极态势 四是生态优势 贵州省具有气候凉爽 空气清新 便利资源充沛 水果冰激 远离地震带等 生态优势 五是先行优势 贵州率先建设了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用于先行先事 创新引领 发展大数据究竟对贵州带来了什么呢 一是打开了我们的国际视野 通过成功举办 数博会等重大开放活动 让我们呢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国内外发展大数据的热潮 二呢 是引领的经济的转型升级 现在在我们贵州本地 已经涌现出了像货车邦 BBD树联名品 以及贯要老板信息 等等一大批的大数据企业 三是提升了我们的治理能力 坚持以大数据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实施了像数据铁龙行动计划等 实现了人在干 数在转 人在算 四是改善了民生服务 我们坚持以大数据服务民生 社会事业 目前呢 民上贵州APP 已经正式上线运行了 它能够为群众提供 7乘24小时在线的政务和民生类的服务 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下跑腿 最后呢 在我们这还催生到了贵漂现象 根据美国米尔肯研究所公布的 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显示呢 今年贵阳呢 已经超越了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 目前排名全国第三 同时呢 腾讯公司也发布了 2017年国内最具年轻城市活力排行榜 排行榜显示 贵阳市现在位居全国第二 在我们这儿呢 新来的毕业生人数 是离开的毕业生人数的两倍 我们希望能够让越来越多的贵漂 贵居 在这里称为贵定和贵创 贵州发展大数据为什么能够取得初步的成功 那是源于这五个方面的原因 当然了贵州发展大数据呢 也还有短板需要我们去做补齐 分别呢 是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短板 科研人才匮乏短板 技术支撑短板 以及市场机制之后短板 共四块短板 最后呢 大家看到的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国家各部委 对贵州发展大数据挤得高的重视 和大力的支持 这就是对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基本情况介绍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走到哪里去呢 时空隧道 时空隧道 我们看到了我们前面就是我们这个穿越时空隧道 哇 哇 这个地方的话 陶老师您有没有一种感觉 这个地方特别像那种科幻片里面的场景 对对对 这个科技感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 其实除了这种科技感以外 它两边基本上把这个大数据发展的这个脉络 对我们梳理清楚了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例 包括说是我们一些这种服务中心啊 包括一些我们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数据中心啊 以及我们用这个大数据来 来解决这种交通的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有三体滑坡的那个事件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案例 在这个时空隧道里面都可以看到 哇 我感觉 感觉走在这样一个隧道里面 自己都不敢走了 因为它看起来科技还很高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感光啊 它相差甚远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个地方 15年总书记来视察的时候 也是走过这条路的 这个地方是非常安全的 你可以大快步的走 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太绚丽了 所以有点害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整个地板上踩着的感觉 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来我们这个白雪姐姐呢 马上要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大数据充当强行救人的 能力助手 这个是怎么一个故事呢 好 这是一个实际的应用案例 在2015年的1月4日15时30分 贵州省荣尊高速公路 K391加800洗水镜内 发生了他方地质灾害 他方量呢 拥有10万立方米 导致了人怀火石港 至洗水线程路段 近100多米高速公路被掩埋 交通双向争端 释放后不久 网络报道众说风云 媒体报道口径不一 比如博上有传言说 又有十几条人命没了 有一辆大客车被掩埋在里面等等 在现场救援时 我们发现了有一辆车牌号为 贵CM0777的迷桑轿车 被迷失去冲翻在了路边 经路边行人反应呢 可能还有四辆轿车被掩埋 生命探测仪 同时还监测到了 有两个生命迹象 情况极为复杂 给救援组织和决策 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在现场作证的指挥部 立即要求神公安厅和省交通厅 启动数据共享 确定以滑坡当天全省275个收费站 事发前7小时进入省高速路网的 13.3万辆机动车为样本数据集 首先我们从有效时间段的13.3万辆 进站车辆中排查出了 上位出站的还有23647辆 然后通过对进入高速路网时间和行驶速度的计算 进一步将事发时可能经过他方路段的车辆 确定到了3411辆 同时对赤水往二辆方向逛八个收费站 进出站的车辆进行了他方十点的位置标注之后呢 初步删下出有68辆车绝对远白的可能性 我们在用大数据的全数据分析 将交警路网监控数据 交通违法处理数据 车辆管理系统数据等所有数据 与事发地点事发时间的关联性 进行大数据的全数据分析之后 最终判定除被迷失 冲翻在路边的迷桑车以外 是没有其他车辆和人员被掩埋的 基于这个判断呢 我们决定采用了机械化的挖掘方式 大大的提高了救援路段的恢复效率 最终呢 我们确定判定呢 只有GCM0777这辆迷桑车的判定是完全正确的 这充分体现呢 政府基于大数据应急管理技术水平的不太提升 这就是对安妮的介绍 就是我们这个大数据 它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救援也好 实际的工作也好 应用的是非常广的 刚刚那个白雪就给我们说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啊 那我们接下来又来到一个 我发现整个我们这里都非常漂亮 我们要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哦 云上贵州 来 我们来听一下 白雪姐姐怎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云上贵州 大家好 现在呢 您看到的就是云上贵州系统平台 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政府主导建设 能够实现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资源 统筹存储 统筹安全 统筹共享 统筹交换的系统平台 平台是在2014年的10月正式上线运行的 那目前呢 他已经成功的抵御了有7000多万次不同类型的安全攻击事件 还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应该说呢 与各部门的风散式的自建型机房相比 平台更加的自主安全以及可控 贵州发展大数据呢 主要要围绕聚通用来展开 数据聚集方面呢 我们数据中心分布在了贵阳市 贵安新区以及前西南州等地区 这三个地区之间又互为数据栽培节点 同时呢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南方数据节点 在通方面 云上贵州共享交换平台当中 已经汇聚到了各部门之间的一个数据 同时呢 地州市的数据也同样汇聚到了平台上方 各部门之间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数据壁垒 能够进行到数据的共享和互换 那么在省情况方面呢 像今日贵州省商务厅 贵州省林业厅等部门都参与到了数据的互换 和共享当中 现在云上贵州平台上方的数据 共计是进行了三个分类 不予共享 有条件共享和无条件共享 不予共享是指涉密未脱敏的数据 不能参与数据的互换和共享 有条件共享是指 与政府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企业 能够获得的部分数据 无条件共享则 则是指应该开放 就必须对公众进行全面开放的数据 这就是对我们平台的简单介绍 现在呢 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一个行为分析 那么我们通过呢 去采集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当中 招标人 招标代理和中标企业 这三者之间的一个数据之后 发现了一些情况 通过是数据的关联和处理 我们得到了市场主体投标效能 最低Top10 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看一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这两家企业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当中 他们在贵州省的投标次数分别高达277次和264次之多 然而他们的中标次数均为0次 我们都知道投标是需要成本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动力 驱使着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屡败屡投 屡投屡败呢 我们去关联了他们的注册所在地 深圳市这两家企业的一个运营情况之后发现 这两年时间当中呢 他们在深圳又有着正常的一个进行为的一个记录 那么据此呢 我们就不难够判断出来 这就是有着极高的 我们通常所说到的典型的赔标的一个现象 我们会把这样的有极高风险的数据呢 推送给主管部门 由他们的来进行风险的排查 同时我们还监测到了市场主体的另外一个异常情况 横向抱团 我们发现每一次当橙色的这个主体中标的时候 一定会有蓝色和绿色这两个主体不离不弃的陪伴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驱使着他们这样做呢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到的违标现象 最后呢 我们还看到了纵向抱团 也就是窜标的异常情况 每一次当绿色的这个主体招标的时候 同一类型一定是蓝色的这个单位中标 这二者之间呢 就存在着我们通常所说到的纵向抱团 窜标的风险 过去呢 在全国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当中 围标窜标和赔标这样的现象呢 就是一个市场难级 屡禁不止 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 能够对他们进行到监管 现在呢 通过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之后 我们能够对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 进行到有效的把控 这就是对我们平台的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看哪一些平台 啊 这里有 好的 来我们白雪姐姐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新的一个叫做 竹林生 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民生服务平台 竹林生 这个平台呢 是在2017年的2月27日正式上线运行的 它是采用实名制的方式 用开放式的服务方式 为全市的市民们呢 打造一个安全便捷的服务的新体系 它通过呢 网页端 APP端和微信端三个端口 能够为全市的群众提供7x24小时 在线的政务和民生内的服务 共计180以下 同时呢 它已经与12个伪办局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比如说 您看到的这个公积金的查询 最初开发这个公积金板块的时候呢 它只能够完成简单的查询 现在呢 通过与公积金中心深入的一个合作 将在这个平台上方呢 打通公积金贷款的申请 公积金的提取等等业务 那么就实现了 让大家足不出户网上办事 让数据去跑路 群众少跑腿 在前面呢 还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建设在贵州省前南州平塘县的FEST望远镜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设定望远镜 同时呢 也是国家科学信息小组省一确定的 国家九大基础科技设施之一 接下来呢 各位网友可以通过 一段视频来了解它的基本情况 好处的美术 明明的美术 已经无限 而无可疑 目前中国正在结束 世界第一大单口级 射电望远镜 FEST 经过长大十五名的工程学务师工作 和国内进行一个荒地的命远 贵州城贵州城前南部屋组 柳祖子之中平塘县客户城京客村大窝断马里 也最多决定的 也最多决定为FEST牌制 FEST工程于2011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 首先进行的是寒写开发工程 2012年10月会员支撑系统进入时光中 比如说白铃铛空缘支撑塔白铁二席 凡事业确定所有的建造 以及面板的安装 运致在万里面中建设 面板的安装 是由面板方向同时进行 由电脑组合所事 密合完成 面板有具有空中和物理的 流产制作成 汇软舱是汇软支撑性的 核心工件 包括新型框架 各种机构 新玩和平台 参照以及其他部署设备 中文能 去刻度引导各级开网 实现对汇软接收器的进去定位 电脑机将汇软通通通到环球面上方 汇软就接受 运出品级的无线电脑信息 这标准着我们的 核心建设 远备回程 目标进行后 开始接收海空中的信息 所以跟空气下达 直返生涯 汇软 迈出品 在一条池搜寸 将迈出品 辅出信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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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国 监控 组设 移民 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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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提供 例如,拼乘光证经济的满车目格式,根据着广场的进行后,并挑战的广化成功。 但1月20日,接约25日,莫层起立,离开时发起科技工特殊性与机动力,进产中领域评论数据,需要同级的数据从出空间。 同时,需要由美国路上侧出美国团的竞争资源,并挑战的程度尽造,为地球架设了新旧无线变运程之中的二个。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家互联网加大健康的优秀企业代表。 霍学邦是互联网加物流的独家设计业代表。 那我们这个白雪姐姐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呢,差不多就到这里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您给我们做了那么多详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我们整个大数据在贵州的应用,然后我们大数据整个在贵州的整个发展情况。 好,谢谢,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啊,就是我们要继续跟陶博士去看一下我们的食品安全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大数据呢,并不是一个那么遥远的,遥不可攀的科技含量产物,但它确实是应用在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刚刚白雪讲的救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民生上面,投资方面,还有我们Fast天眼上面都用了很多,对吧? 对,大数据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一段的这个观看哈,也了解到了我们大数据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同时呢,也了解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其实呢,我们就食品安全的这个大数据的服务哈,也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之一,对对对,一会我们就详细去了解一下。 好的,那我们呢,在刚刚看了那么多关于大数据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能对我们食品安全运的一个发展,也有了一个不仅了解,那我们请我们后台导播呢,再给大家放一遍,给大家签一下我们的食品安全运的一个介绍,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真正进入到我们三楼之前呢,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到我们的食品安全运。 2015年6月17日,食品安全运作为贵州大数据产业重点领域应用示范工程七朵云首选案例,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建设情况。 总书记说,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在随后的讲话中强调,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问题,实打实地做,循序渐进地推。 食品安全运,在国家贵州省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全社会高度关注食品安全的大背景下,恰逢其时,得以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运,构建了1126技术工程体系,即一个数据中心,一个信息平台,两类云端服务,实现六类用户连接,实现食品安全相关数据的聚与通用,为各社会主体落实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责任,提供信息服务。 三年来,食品安全运,科技创新成果累累,构建了乌鹤泉院士、梅红院士等38位专家学者为顾问,海内外硕博士为核心的人才团队,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在2014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中获得颁项奖, 打造食品安全云,构建互联网加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模式, 离选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中国互联网加行动百家实践案例。 食品安全云,参加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食品安全电子溯源技术研究及示范,获得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18项, 获得30项软件著作权,10项发明专利。 建设了国家食品云技术应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食品安全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诚信联盟, 贵州省食品安全检测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贵州省食品安全技术人才基地, 数字化改造的贵州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检验中心等创新平台。 建成了政府、行业协会、检验检测机构、科技文献平台、 网络媒体、食品企业等数据支撑体系, 已经集聚了2.3万家食品生产企业用户, 采集两亿条数据提供4万余件产品信息服务, 形成了大数据的基础。 实现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器、气象色泼仪等22台套的检测仪器数据, 自动采集,实时传输到云端,提高了数据采集效率和质量。 与京东、惠普、益阳信通、江南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 建成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圈。 食品安全云,正在形成中国云, 借助大数据,让食品安全从感性到理性, 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好了啊,桃哥市,我们现在呢, 大楼呢,就是我们大数据应用中心的三楼, 我们这里呢,是不是就是我们食品安全云之家呢? 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到食品安全是怎么回事, 它的数据从什么地方来的, 怎么来给我们老百姓提供服务的。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食品安全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三楼呢,有一半的这个空间, 都是来展示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数据, 都从什么地方来的, 基本上把从政府,从检测机构, 从食品企业, 甚至从消费者本身来的数据, 都有展示。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食品安全云的大门。 哇, 这里我真的觉得挺震撼的, 因为每个地方都特别好看, 都特别漂亮, 而且都有非常强的那种科技感。 对对对, 这个看起来是很有科技感哈, 其实呢, 它大数据既遥远又不遥远, 遥远远就是, 它是, 分析挖掘的过程,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感知不到。 嗯,对。 说它这不遥远呢,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处处都在用的大数据。 是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接触最多的, 其实还是在商务层面的。 哦,商务层面上。 你比如说像电商品牌, 我们有时候会很差异, 它怎么那么快。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沙发, 什么质感, 什么价位, 它消费能力它都知道。 嗯,对,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原理哈, 大同小异哈, 就是我们食品安全云呢, 也是要把这些数据采集起来, 然后呢, 来精准的来给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服务。 那您能先系统的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一遍, 系统就是这个食品安全云, 它到底是什么吗? 食品安全云呢, 我从几个层面哈, 首先是, 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云? 其次呢, 我再来讲一讲, 食品安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的东西。 为什么要来建设这个食品安全云呢? 就是过去哈, 我们都知道有三菌性胺的事件, 有受入金的事件, 甚至还有黄泉和毒素的事件。 有许多的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自动爆发, 这些问题都挺严峻的这些问题。 对, 搞得人性恍惍的, 很多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害怕。 事实上呢, 就是近年以来, 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 不仅仅是说, 从这个图上能够看出来, 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引发的这些事件, 中毒的人数, 死亡的人数, 都是逐年在下降的。 不仅仅是这个, 从我们国家抽检的这个食品合格率来看呢, 从八几年, 一开始是自监局, 卫生局, 卫生部, 后来是自监局, 现在是12监局来抽院检测。 逐渐逐渐的, 我们这个食品的合格率都是越来越高的。 从15年16年已经达到96.8%。 但是呢, 就是消费者其实是体会不到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 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你这里说的是, 但消费者的满意度仅为13%。 对对对, 这个是中国工程院的很多的院士专家一起来研究的一个结果, 这个调研呢, 就是只有13%的消费者对食品表示满意。 他听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们通常我们也听到叫做信息的勾搭, 或者叫信息的鸿沟, 也就是说我们政府企业, 检查机构, 媒体消费者这集者之间, 他本来存在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数据, 但是呢, 互相的数据的往来不多。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有很多这个监督抽检的这个数据, 我们国家食药监局每年大概投入几十亿的这个钱来抽检了很多的食品, 然后我们也在国家食药监局的网站上面也把这个信息公布了。 所以说呢, 我们消费者就只有少量的这个信息能够了解得到, 其他的更多的日常买的这个食品, 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不清楚。 所以说他可能对有些食品安全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曝光的那些历史产品啊, 即将爆发的时候的那种印象, 是吧? 对, 其实呢, 呃, 从08年这个流了里面三聚庆安的这个事件哈, 到今年差不多已经十年快过去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哈, 还是宁愿去选择说是从海外去买买买买买等等这样的这些情况哈, 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真的发生的这些状况呢, 他不了解。 事实上呢就是, 呃, 国家经历抽检的这个流了里面啊, 之类的, 他的这种三聚庆安的抽检, 已经是基本上都没不会发现了, 加上其他的一些流了里面的一些有毒有害的成分, 比如说后来你们知道的黄学们都说啊, 本地这些哈, 都是呃, 越来越少, 啊,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奶液啊, 都发展得越来越好, 但是消费者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性质全不同, 对, 他没有意味不到, 印象还挺, 就在以前, 他的对信息的一个获取呢, 也比较窄, 所以就造成这样的现象哈, 这个其实与咱们这个媒体的这个传播功率有关, 这我们的俗话都讲一话, 就是说, 呃,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对, 有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事件呢, 它就会广泛的传播开来, 但是呢就是, 呃, 我们企业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的工作, 把这个产品做得越来越好, 但是这个信息呢, 是很难传递到消费者那个地方去的,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这个食品安全云哈, 就是试图说, 把政府, 企业, 检测机构, 媒体, 甚至消费者本身, 这些地方的这个数据, 都能够把它采集起来, 嗯, 然后集中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我们把它来进行分析挖掘, 然后给我们这几方都需要这个信息服务的, 对, 又给一个信息服务, 对对对,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产生呢,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乳制品的企业, 就像我们刚才在超市里面看见的, 那些酸呢也好, 鲜流呢也好, 它的那个质量的信息, 这个质量的信息, 都传递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我们把它进行加工了以后, 消费者就可以看得到了, 嗯, 所以我们拿一个手机, 或者说在超市的一个中端上面查一查, 就能够查出这个牛奶, 它的质量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视频安全云的一个社会背景算是,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 那我们把这个云建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在14年初我们开始建这个云的时候, 那时候呢我们整个中国刚刚提出说要建大数据, 那时候我们很多人就这样, 讲说是我们这个云啊, 叫做人云亦云不知所云, 不知道云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确实是它离个民营生活就感觉比较远一点, 呃, 事实上我们建立, 呃, 事实上我们建立, 要提供信息服务, 用检测机构, 要提供这样的箱面软件服务信息服务, 甚至呢企业消费者, 都把这些, 各个社会主体它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系统, 它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信息的服务, 提供给他们, 然后呢我们就是中间构建成这样的一个, 呃, 数据集成, 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 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就是我们构建的整个食品安全云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总体上来讲呢, 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 我们简称哈, 叫做三系统, 呃, 一平台, 这样的一个, 一个呃, 软件和信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首先呢是给政府的, 政府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有监管的系统啊, 有给企业提供他上传数据来管理自己的产品啊, 这样的一些平台, 甚至呢给大众提供的, 我们今天在超市里面看见的, 用的手机, 甚至呢有些我们在呃, 呃, 呃, 餐饮店, 餐饮店也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那个透明厨房, 我看到了很多那种, 呃, 呃, 现在在商场里面的, 它都会贴一个透明厨房, 然后是个玻璃窗,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是怎么做的, 呃, 不仅仅是玻璃窗, 嗯, 我们很多餐饮店哈, 其实它的那个门边上也有一个广告机, 这个上面呢, 它有我们后台呃, 透厨是怎么来加工这些产品的 也因为我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原材料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能够清晰到连这个食品原材料的品质和产地 都能够查询到吗 对对对 甚至通过这些数据 最后还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分析 我们那个平台上面呢 有时候会看到量化分析的A或者B或者C 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这个餐饮店的 它这个卫生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社会共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社会共治呢 其实在其他的这个领域用的比较多 在食品安全领域呢 还是在我们15年新颁部的食品安全法里面提出来 说是我们食品安全要用社会共治的模式 社会共治的模式呢 就是说它的发生的原因 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人员啊 所以这些它是相对都是有限的 但是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生产 就从餐饮这样的这些企业 大大小小就加起来有上千万家 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些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管好 就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全社会的力量呢 首先政府这里面它是起一个监管的一个作用 那其次呢要求我们的这些企业要自律 其实自律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产品做好 要把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底线守好 再次呢就是我们媒体要监督 就像我们很多媒体它要来报导这些一些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监督 还有呢就是我们科研机构要进行技术支撑 科研机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 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提供服务的这个检验检测机构 它主要把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些数据 通过这些仪器设备能够把它分析 把这个数据汽取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机构支撑 然后呢消费者是参与 消费者参与呢就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超市里面的学校上面 我可以信息反馈 甚至我可以投诉举报 这样也是我们消费者参与的一种方式 也可以把自己的信息及时的反馈过去 是吧还可以投诉 对对对对 这就是消费者参与的形式 通过这样的这些社会主体 它的协同作用来保证 我们的这个视频安全越来越好 这就是我们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 我们三企系续品团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个查评认证 查评认证呢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些能产品啊 通过检验检测 通过它的产品溯源 然后来证明我们这个产品 它是真的 是品质是好的 通过这些方式呢 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 啊一会儿我们呢也会看到这些产品的这个演示 嗯 负用第二检验检测的这个是主要给检验检测机构来用的 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日常生活当中遇不到 嗯 但是呢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来源 只有通过我们的这些检验检测的设备 包括一些非常昂贵的几十万三百万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还有包含一些便宜的便宜的那就是一些快捡的设备啊 四字条四级盒啊 这样的几块钱几十块钱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检测 只有把这些数据拿出来 我们才能够感知得到 所以食品安全的这个数据啊 它和我们普通的社交啊等于这些数据不太一样 嗯 普通的社交的数据呢 我们每个人拿着微信一聊天 这个社交的数据就出来了 嗯 但是食品安全的数据呢 它需要通过这种仪器设备 嗯 一个花费大量的成本 还有一个检测的过程哈 对对对 最后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呢 我们把这些数据分析成 拿着信看得懂 喜欢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样子拿着信才能够明白 说我们这个食品它的安全状况怎么样 嗯 就是如果完全都是一些专有的名词啊 就老百姓可能看不懂 不仅要检测 还要转换成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文字的是吧 对对对 嗯 一会儿我们可能就看得到的呢 像一些我们把它做成 呃 动画片啊 这样的一些方式 哎 就是方式还是挺多元化的哈 对对对 现在其实我们呃 不管是溯源也好 还是说是食品安全的资料信息也好 这些哈呃 都是简单明瞭的给消费者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像 呃 举个例子呢 就是最简单的哈 就是我们去购物的时候 电商平台上面都有好评 嗯 或者有投诉率 或者有这个返行率 对对对 这些呢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每一条数据它是怎么来的 只是说呢 通过最后呃 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嗯 来告诉我 我在做决策的时候 要不要买这个产品 对 有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一个意见反馈 实际上 嗯 食品安全也是一样的 就是呃 这些数据怎么都把它生产出来的 可能我们没法了解到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些有公信力的这个数据来告诉消费者 这个食品是不是合格的 甚至说它哪一方面是更营养的 嗯 在我们购买的时候来做一个选择的一个判断 依据 这个确实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有帮助性的活动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有还有我们这个是数据体系 对这个呢 呃 通过这张图呢 我们就是来讲解说 我们通过从政府 从消费者 从食品企业检测机构 我们都会采集到什么样的这个数据 嗯 然后呢 提供什么样的软件服务和信息服务 嗯 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解释啊 真正对于我们消费者 呃 大家比较关注的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APP 对对对 一些大众萌书网站 科普啊 对对对 风行交流科普这些 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 是非常关注的这些东西都是 嗯 呃 当然这些哈 我们呃 所有的这些数据哈 它都是来源于像政府啊 检查机构啊 等等这样的这些部门 嗯 没有那些数据的来源呢 呃 我们也没法直接给消费者提供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资料 信息的服务 嗯 还是需要 那我们接下来要了解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整个食品安全云哈 它是怎么地震设起来的 呃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服务是怎么能来支撑消费者手机上简简单的一条信息的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这张图呢 其实比较形象的来讲 嗯 呃 我们整个食品安全云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 这里面呢 首先呃 是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支持 呃 包括说是我们呃 的科技部的一些项目的支持 我们国际省的从数据啦 人才啦 资金啦 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支持 才让我们这个食品安全云短短的三年多的这个时间 构建成今天这个样子 让每个消费者呃 在超市里面每一件食品都能够查查查询得到他的资源信息 啊 这就是说政府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国际省发展发展大数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其实呢是我们构建一个数据支撑的一个体系 这个数据呢就是呃 我们讲的有从检验检查机构来的 有从检验检查机构联盟来的 由从两만多家的食品生产企业来的 包括我们政府部门 包括食药监局啊 包括嗯 萌尔 萌尔 萌両商啊 特别这样的提供了一些 生产数据的数据 对对对 还有一些韩人协会 包括中国营养学会啊 他提供一些营养的这个信息 给我们来给消费者来提供服务 其他的呢还包括我们通过富联网啊 这样的这种方式 能够把一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 我们叫做舆 én信息的这个数据 把它采集起来 这是说我们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体系 这样呢还有一个技术的体系 技术的体系呢 我们常说的大数据 云集算物流网这些技术 其实我们都已经用起来了 最基本的一些技术 对对对 你比如说像大数据的这一块 我们把很多的像标准的数据极构化 法律法国的数据极构化 以及甚至物流啊 经销存的这些数据 都把它采集起来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 加工从信息服务 这就是大数据 云集算这种功能 我们其实用的比较多的 是叫做软件器服务 软件器服务 对也就是这个SARS 软件器服务 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软件 都是部署在云端 然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他并不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 装一个软件 也不需要在自己的手机上装一个软件 直接通过浏览器 就能够打开这些软件 对来获得服务 这就是说是云集算的这个概念 而物流网呢 我们用的最多的 还是把我们的这些检验检测的社会 把它直接和负面网连接起来 所有的这个简程数据 直接就上了我们这个视频安全云 这样能够保证 我们那个超市那个中端算吗 那个不算 那个还是不算 对 这些社会它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一个是保证数据采集的效率 第二个呢是数据的真实性 不经过人工干预 直接从这个社会上就把数据采集出来了 那个像相当于 我们这个物流网还在是我们的超市里面 那个一个前期工作是吧 对 那个是已经是转化完了的 分析出来的数据 这个呢是我们前期的一个采集工作 作用用到的技术 对 其他的呢 还有合作的体系啊 有专家团队啊 还有这个很多的用户体系的支撑呢 有很多科技成果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的一一解释 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看 我们怎么通过数 通过政府的这个地方 来获得数据支撑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通过这一张图吧 这一张图呢就是 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来源 大概的勾勒出来了 你比如说是我们贵州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它用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这里面呢包括 我们的一些生产经营 经营包括餐饮 流通和餐饮 这样的这些企业 它的这个生产经营组织的数据 通过工商这个地方导入进来 另外呢 这些企业它会获得这个 相应的这个许可证 然后呢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把这些证书呢能够拿到手 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数据采取出来了 另外呢像行命执法呀 像辅助的一些系统 日常监督的管理 通过这些过程当中 能够把我们生产企业 流通企业 餐饮企业 它的这个生产管理呀 人员的这个健康状况 以及我们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安全状况 等等这些数据 全都采取出来 那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许可证 经营许可证 有20多万家的这个经营许可证的这个信息 发振总数有这么多了 对 就是贵州省的大多数的这个经营性的这个企业 包括流通和餐饮都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了 生产许可的这个企业呢 它现在有2800多家 整个贵州省呢 只有3500多家的这个生产企业 有一部分呢 因为它原来是科室证书 那个证书还没有过期 还没有换证 所以说它这个 也是大部分的这个生产企业 已经到这个平台上面来了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 总的这个企业总数哈 就是37万多家 包含说我们一些外省市的这个 企业的信息 嗯 整整个的这个产品总数是 呃 就是今天我们在超市里面 他们很高兴的去购物 对 很多很多的产品 他们都说什么都可以扫出来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产品总数啊 超市里面呢 真的只是仅仅的一小部分了 他们今天再多了就少了10的总 然后都觉得已经很神奇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产品总数 哎呦 5万多种 5万多种呢 呃 因为我们贵州的照流通的这个产品哈 嗯 多数都来自于贵州 其贵州周边的这样的一些省份 所以说呃 贵州其周边的这些省份的超市里面 绝大多数的产品 都是可以扫得出来的 嗯 当然你要想你要讲北上广哈 可能呃 那个信息呢 还有富贵的不是特别的好 随着我们这个食品安全云呢 进一步的向其他地方的拓展呢 嗯 这个富贵的产品数量会越来越多 对 我们能够扫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 对 我们所覆盖的地域呢 也会越来越多 嗯 嗯 这个就是我们从政府这个地方能够拿到的 拿到一方全面的一个数据 嗯 这个数据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功效力非常的强 嗯 它很权威 很权威 功效力很强 有这个数据的支撑呢 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每一条信息哈 嗯 它的这个可可性呀 它的这个估算性呀 之类的才得以保障 嗯 嗯 然后呢 其次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它非常的全面 很多 因为我们做一个大数据的平台处理哈 首先我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数据来源 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来源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政府方面呢 也提供了非常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撑哈 对 不当然有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呃 另外呢 就是呃 它的整个业务的办理 呃 甚至呢 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的完成 业务的办理呢 就是呃 刚才我们讲到的要申请一个许可证 那我们的企业就不需要来来回回的跑 嗯 只需要说是在这个网上 一点 登录上去 对 这就是我们呃 呃 呃网上讲的哈 也是我们国家里的都比较关注的 所以说是让数据都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对 哎 这句话非常评价我们大数据方面的服务工作 是非常典型和到位的 对 这样子就大家就要去申办一个证书啊 它就非常的方便 嗯 嗯 另外呢 刚才讲的这个数据分析哈 呃 最简单的呢 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执法人员 他的什么地方 都可以通过这个地方能够看得到 要让他的这个我们叫数据铁笼 数据铁笼呢 就是每一个呃 呃 执法的这个工作 对 确实 规范的这个体系 在这边的运行 嗯 嗯 呃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呃 风险的分析 嗯 风险的分析呢 我们记住呃 通过日常监督检查 监督抽检啊 等等这样的这些数据 嗯 能够知道我们呃 什么环节 或者哪一个企业 他哪一种食品安全 发生风险的概率的大小 哦 就是这个风险 就是我们这个监管系统平台还可以解 还可以分析出我们的这个食品风险吗 他只能说是可能性 就是一种概率 啊 一种概率 呃 可以分析出这个可能性的大小 但这个可能性的大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呃 我们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政府呃 逐渐的转换成一个服务型的一个政府 他就呃 就责任去帮助这样的一些企业提前防控于未然 他一般就是说哈 我们这个风险 他所呃 参考的评 评估的数值有哪些项目呢 就比如说 呃 你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监督检查那个地方哈 呃 就是这个地方 日常监管的这个地方呢 嗯 我们会呃 去一个企业里面 看他的这个原材料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原材料 原材料安全不安全 嗯 他的这个管理 规范不规范 人员健康不健康 哦 这样涉及到呃 规范的是涉及到50多片指标 像我们贵阳市呢 还把它加到了70多片指标 嗯 就更细致化 对对对 包括 它的复刻性度就更高一些 包括有没有疏害啊 等等这样的这些哈都会来检查 通过这些检查的这个地方呢 发现我们企业生产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有没有一些漏洞 然后呢通过那个监督抽检的那个数据呢 来客观的反映我们的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质量方面 哪些地方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呃 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 嗯 通过这些数据哈 综合起来分析 就可以把这个风险的大小给它判断出来 嗯 确实很神奇 一直听说过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 风险预估 没想到我们今天食品安全 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风险评估 嗯 非常地神奇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些什么呢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来源的这个数据 嗯 事实上呢就是食品安全的这个数据哈 确实是来得非常的不容易 庞大 也而且因为它整个数据体系非常地庞大 我都很好奇这么多的数据是来源于哪些地方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又是靠怎样一个系统来进行整合分析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很值得大家去 值得我们来关注的一个问题 食品的这个大数据的话 它和其他的大数据还有一些本质的不同 嗯 它的这个念条非常的长 哦 嗯 嗯 从萌田到餐桌讲起来非常的容易哈 嗯 事实上是涉及的点很多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成本很高 嗯 嗯 然后检验检测机构 来采集的这个数据 好的 那有请我们汪经理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这个数据的采集 可以 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是现在我们这个 全社会都在提这个食品安全 这个质量的健康 是吧 对 然后呢 现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一个 比较感性的层面 我们食品安全云的一个 目标和愿景 就是以这个 理性数据来引导消费者 进行一个 这个对食品安全的一个 基本的评估 就是我们现在提到 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质量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这个检测 是吧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这个食品安全云 是国家第三方检测程庆联盟的 一个支撑单位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检测机构 然后呢 这些检测机构会 每天大量的产生一些 非常高价值的数据 对 这些数据就是直接的 可以评判这个食品的一个 质量安全 以及它的营养的一些 这个标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系统 就是我们 测试信息系统 测试信息系统 对 实际上就是说是 这些数据最终都是从这个 试验室里面来的 然后呢 我们食品安全云就 研发了一套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叫 智慧检测的一个 信息化系统 然后呢 这个在这个智慧检测 信息化系统里面 我们就把实验室的所有的人员 物料 机器 等等等等的 一系列的流程的数据 全部都收集到我们食品安全云平台来 然后这些数据 它是非常高价值的 因为每一条数据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它的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人去提供的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也直接的对食品的质量 营养安全 做了一个评判 对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么庞大的信息量 如何来评判一个数据 它是否有价值呢 对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数据 像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 花那么多精力去做这套系统 就是因为我们用这套系统收集来的数据 我们刚刚讲到了 都是可以直接追溯到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地点 等于是这个数据它自己本身是有来源的 是权威的 是科学的 确实要说 而且这个数据量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非常非常庞大 是谁来 对 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个 就说是我们也和京东 这个非常著名的电商也有合作 然后我们食品安全医院也为进入京东的一些食品 进行一个质量的把关服务 对 这个是我们 就说是和京东的一个合作 一个合作 对 然后刚才讲到这个数据量 这张图 对 对 你看 一条的高质量的权威的这些数据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每天都有一个这样相当于数据流量的一个展示图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食品安全医院每天 这个数据的展示图它是实时更新的吗 对实时更新的 有了数据过来慢慢有了一些较大的一个数量变化 它都会马上显示在我们这个屏幕上 是的 是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是2017年的12月6号 就今天的数据 就可以看到每天的数据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安全医院 那我们平均每一天大概会有多少数据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大概几百万条的数据 可以进到我们的 每天有几百万条的这个数据 对对对 可以进到我们视频安全医院 对对对 所以说只有这样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只有这样大量的数据 而且不是这种简单的一些不权威的数据 权威科学的大量的数据 全面 对全面的数据 才能支持我们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医院的这个对食品的一个支撑 消费的一个支撑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这里是食安认证交易平台 这个我不知道 其实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哈 今年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叫全货出山风行天下的一个大型的这种战略型的一个行动 这个我们贵州 我本身也是贵养人 对 我们贵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 我们贵州产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农产品 实际上是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呢 我们今年贵州省省政府就是说要利用这个钱货出山的这个大型的活动 把我们的优质农产品推到全国 推到全世界 那我们这个交易平台就是我们为我们钱货出山的搭建的一个平台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专门为钱货出山风行天下这个行动搭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 那我们的政府哈 是的 其实说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说是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图 其实通俗一点 我们以这个人为这个例子 就是说是 你是有了身份证 然后你才能去办银行卡 是吧 是 手机是吧 然后手机才能办银行卡 然后你才能微信支付 是吧 是 但是现在国内的很多的电商 他们都没有做全期的工作 应该作为一个优质的农产品 或者预包装食品哈 他第一他必须要有他的许可证 他要他的身份证 对身份证 对 然后嘛 他要应该做检测 是吧 做完检测以后 然后他要做一些品质的一些宣传和包装 是吧 然后最后进到一个这种商贸的平台进行销售 现在我们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商贸平台 他其实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他都没有做 他就直接放到这个电商平台去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对这些电商平台的这个 质量 增伪 都是还有非常有疑问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十二认证交易平台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刚才你们可能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所有上我们平台的这些企业 都是经过政府的原格把关的 他从我们的农产品上也是从一开始 他就有自己的身份证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对 然后呢 他在这个有身份证的这些企业里面 我们又对一些特别有市场特别优秀的一些产品 进行我们的三民一系的这种叫认证服务 他里面就包括了质量检测 产品溯源 这个包装 还有包括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等一系列的服务 然后做完这些服务以后 这个产品就变成一个精品 然后我们把这些精品放到一个 有权威认证的一个交易平台上 对OK 这个稍微打一下 我们这个大屏幕还是触碰的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 刚才我不小心碰了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 就是 对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 对 然后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最代表的前后出差的一些产品 有哪些 对对 实际上我们现在 过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产品的 就是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精品 做了蛮多的产品 我看一下 我们女孩子可能都比较喜欢吃水果 所以可以看一下这个猕猴桃的 红心猕猴桃水城 就是我们的绿盘水 然后呢 我来点一下 这个它有一个 先是一个介绍 对 它有一个我们的 关于这个水果的一个介绍 保质期有一百八十天 连水果的保质期都可以把它详细的写上去 对对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分成了几个模块 有这个产品介绍 然后有这个素缘的介绍 素缘的介绍就是把这个 连他们能够详细到它的土壤 对 它的种植情况 生长的环境 还有这些 哇 这些 对 这是日记吗 对 对 相当于 全长的日记 也有一个成长日记 对 它有一个时间 癌修剪啊 然后来清理排水沟啊 对 然后这都有 就是它连除草 施肥都有 对对对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 我买的是红星 以后它还能够有它的成长日记的 对对 所以说相当于把一些优质的农产品的 对 整个的生命周期都带入关系 都告诉这个消费者了 往后退是这样吗 对对 是这样的 对 我们再看一下蓝莓 你生都喜欢吃蓝莓 蓝莓 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 对 美容养颜 功效也好 刚说纸了 我们还说了这种特色的元素 这个 这个 麻将的蓝莓的 这个花青素含量是 美国蓝莓的两倍 对 对 这里 我们都 刚刚我们陶老师跟我们说了 说 要反馈给消费者的一个信息 其实有多元化的模式 是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有个小动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可爱 我是蓝莓 我虽然个子小 但我营养价值高 脖体内包含中复的氨基酸 心 钙 铁维生素 特别是花青素 含量到达每克中1630倍准 是苹果的50倍 足够的30倍 花青素是从天然的抗生 营养量的出击 有效的身体自由基 对每克稳光的不胜妆 增长皮肤迷积 有点皱纹 感染肌肤状 蓝莓特别适合 是蓝莓的新少年运厚中老年轻 毕竟能改善亚健康 保护适合一分层一克力 还能为王宝宁吃呆了 我是蓝莓 我是生命之国 哦 就是很短的一个小动画 它做的特别可爱 然后很短的一个动画 告诉大家这个蓝莓 它的一个适合的人群 它这个技术方面的含量 对对对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 把一些数据进行的一些分析和对比 第二个就是说它用一种非常的让人 卡通 对 卡通 因为你要用嘴巴讲 用数据报告讲 其实可能会很枯燥 也许还看不懂 对对对 但是这样的形式 它就是非常的好 对 连小孩都能看得到 对对对 然后 这是它的种植基地 对 种植基地的一些图片 一些这种 整个的素人的一些讯息 介绍 都可以在这上面可以查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产品 这有三宝林下土鸡 对 这个是我们三宝专门为了配合我们的整个的扶贫的 扶贫 是我们贵州秦龙县 对 秦龙县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县 对 然后我们就说是为了配合帮助他们的农民 把他们的一些很好的这种 我们的这个土鸡卖出去 帮他们专门做了一套这种整体的 其实我们贵州因为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很多农产品啊 农副食品啊 其实都非常好 你看像我们这个土鸡 这也可以有一个小视频 脂肪含量也很低 然后短固醇 其实可以看一下 对 对 我也特别喜欢看着一些动画 实际上只往150%以上将固存 150%以上 超感商品还有各种物量的素和营充素 品绿色无涨染肉的停火 停火之间增进天下 来主力到三宝家的 哦 也是 也是 下面的 下面的是一个 他的土鸡的一个种植 种植 养殖 养殖 对 养殖 都是 确实都是放在山上 他自己跑的 是 不是那种 拿一个小圈圈 然后 这里 哇 真的 他的整个生长的自然环境就非常好 对 而且 我刚看到了说 他一个就是 他的脂肪含量很低 胆固醇含量很低 很适合现在很多亚健康的身体状况的人 是的 还有减肥人群也很适合 对 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啊 其实它是非常出名的 也是我们贵州代表性的这种产品 对 我想看一下 这有个茶类 哦 这有个茶类 对 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茶 红茶 这都有绿茶 你们喜欢喝什么茶 我喜欢喝绿茶 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喝绿茶 绿茶和红茶都还不错 这位是正安的中观白茶 嗯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整个的一些 这种检测的样品报告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 这个茶叶的一些 这些报告都在这里 有它的结构化的数据 还有一些这种报告数据 然后关键就说是 这个这个茶是在什么地方 哎呦 我看到这个地点 对 地点就是这个 就是在我们在地方 去现场的 去把它的这个茶 然后检验的时间也都有 然后这个规格什么都有 对 确实是非常非常科学的 我当时第一次真的看见 米侯桃养殖的这个日记 哪一天它被施肥了 哪一天它被修枝了 就觉得很神奇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整个山营的体系 我们不光是在贵州 然后我们也 这个新疆的这个整个省 他们实际上也是一个农业大省 他看到我们整个体系 也非常的认可 我们的这个理念和我们的技术 然后我们也帮新疆的 它也相当于 有一个叫全货出山的工程 它叫新疆厨房 我们也帮助它支撑了 整个的这个新疆厨房的 整体的技术运营 确实这个技术层面 其实真的是新农业了 在我们很多人脑海里面 这些农产品 还在是那种田间的劳动产物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 正在跟着我们大数据的脚步 走得越来越科技化了 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了 是这样的 那我们唐老师 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 我们唐老师 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 哪位老师 这个我们这边 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政府的一个监管下 然后在我们石安云帮助企业 做这个整个的品牌的提升以后 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 这种交易平台上去 你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易平台 就是我们的 就今年7月份刚刚发布的 一个叫石安交易平台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购义 这个屏幕不能摸吗 这个屏幕好像摸不到 应该也不能摸 然后呢这个 也就是说最终我们是让这些 我们和电商 包括我们阿里 还有京东 然后我们和这个 住美联 还有线下的一些超市 包括华联 合力超市等 这些这种购买方 然后让他们到我们这个平台上 可以买买到一些这个安全 这个优质的一些产品 对非常多 对 接下来啊 我们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另外一个 食品安全云的系统吗 这是 对 要讲到食品安全呢 首先就要讲标准 因为没有标准 你就没法讲这个产品是合格 还是不合格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 把这个我们所谓的标准法规 全部变成结构化的数据 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的 政府的监管系统 这种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 这里面要判断一个产品 它合格不合格 都要从这个地方来调取 标准的数据 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的很多这种 科普的这种数据 他有期刊 他有一个 对对对 有很多这种科普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就是主要是 我们通过中国营养学会啊 等等这样的 我们聘请的很多的专家 看一下 我们其实其实我们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 这样一个食品健康啊 养生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网上 其实有很多文章 打着这样的擦冰球 但是他真的科不科学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分析 有没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分析 其实他还是有待考察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 我们看一下 我们女生都比较关心 这个酸奶 奶水果果汁其实没那么健康 这样一些 其实他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健康 而是说我们只能来科学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些产品 你比如说讲酸奶 他任务不健康的这个理由 是说他的酸奶啊 他是比较酸的 你要让他的口感比较好 他就要加很多的糖 所以糖分还能高了以后呢 对现代人来讲 可能就不够那么多健康 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 很多的这些科普的这些内容 都按照一个客观的这样的方式来讲 当然酸奶呢 如果说是自己做的 你不加那么多糖 酸奶可能是受不了的 然后确实他有 不加那么多糖 不加那么多的添加剂 那还是挺好的 对 那唐老人您就是作为一个 食品安全研究方面的专家 在我们大众获取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 您有什么建议 让大家就是能够真正的 获取到有用的信息 能够真正的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认知呢 事实上呢 我们很多网络媒体上面哈 尤其是一些食品安全的 这个一些舆情 我们经常炒作的哈 都是好多年以前 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食品安全的这种舆情 它就有个特点 就是一些信息反复的炒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一些信息呢 它会把它夸大 放大 对对对 对 你比如说像 我们就今年的前一段时间 讲的说是这个 瘦肉致癌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就是 它只不过是说 这个瘦肉呢 吃的量特别的大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它可能会对人 去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 但是其实吃什么吃多了 应该太过度了的话 对人体影响多不好吧 是 所以呢 我们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这个内容 让消费者能够客观的来认识一个 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也在和像通过科研项目的这种方式 和国家食药局啊 等等这样的这些单位在合作 我们在开发一些这个平台 能够把每一条这个语情信息后面 都加上一个客观公正的这样一个解读 那那对于陶老师啊 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个养生问题 就是像朋友说有个疯传的什么 尿吃生姜能够活到一百岁 什么吃大蒜的五个尿处让你活到九十九 您对这样的文章您个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养生生命有个层面的问题啊 它和这个食品安全还不太一样 它主要是从健康上的层面来考虑的 但一个人能不能活到99岁 活到一百岁啊 那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原因很多 遗传的基因要好啊 就是不容易得一些重大的疾病 它的这个 例如说我们讲广西哈 它的有一个长寿村 那个地方呢就是 大家的这个 应该是基因会比较好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吃的这个食品 要营养 要安全 而且个人有均衡饮食 自己的一个生活作用 对对对 均衡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各种营养元素 都要 要吸收一些 才这个人体呢 才会比较营养 比较健康 比较均衡 第三个呢 还要有合适的这个运动 锻炼 身体的运动 对 绝对不是说 我就吃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吃的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东西听说很好 就比较健康 就很养生 对身体很好 就吃很多 吃很多 其实它对身体 反而也是一种危害 主要还是要讲营养的这个均衡 你吃任何一个东西 它的这种单一的这个营养成分 过高了以后 对人体都是有危害的 所以我们陈老师的建议 非常中肯 大家都可以认真地听一下 确实在我们关注健康和养生的同时 我们自己啊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作为一个大众 对信息的一个筛选和获取呢 确实还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和认知 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陈老师说的最基本都非常地重要 嗯 这呢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呢 就是专门给消费者来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服务的 其实呢 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的这个查询终端 看到的这个手机APP上面的这个信息哈 这个上面都有 通过这个平台呢 我们也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很多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服务 你比如说像超市里面查询到的一个奶 它的这个自然安全的这个状况 像这个奶呢 它就有一万多份的这个将近一万五千份的这个检验 解释的这个报告 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上面呢 有很多这个视频安全的这个 你帮您点一下 哎 看一下 是出屏幕 哦 这个是出屏幕 这个还不好变呢 出屏幕不好变 就是呃 这个屏幕上面哈 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信息 是不是需要拿一个那种特殊的笔啊 什么的点 对 特殊的笔 也可以 还是点不着 这个屏幕点不了了 哦 嗯 这个屏幕点不了了 就是总之呢 就是大家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安全云的这个平台上面哈 嗯 能够查询到很多的视频安全的这个知识 远远的这个 这个政策法规 嗯 焦点话题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当前哈 大家嗯 比较关注的 比较关注的 一些热点的这个话题 来进行系统性的这个解读 而另外呢就是像呃 我们有一些这种科普教育啊 等等这样的这些哈 呃 这些小孩子都是比较喜欢看的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呃 微视频呢 动漫啊 动画啊 用各种各样的能够让大众更加接受的形式来展开哈 对对对 因为一般的这种呃 像视频安全的很多的这个知识哈 嗯 我们呃普通的消费者他看不懂 也不喜欢看 但是能把它做成像动漫啊这样的这种方式哈 你看我们刚刚那个蓝莓的那个小动画和那个土机的 您说如果说真的要告诉你用一段文章 一段文字甚至是一个数据跟你说话 你也许接受没有那么快能够接受 也没有那么感兴趣 但是用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画 你就可以快速的明白这个鸡 它的外外形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它的营养含量是怎么样的 它的生长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就能够很直观快速的了解下来 是呃 我们现在的这种呃 青少年尤其是嗯 都是这这种呃 电视屏幕啊 肯定这样的这种 这种屏幕呃 这种排断下承担起来的 所以说它对这个信息的这个接受呢 都是呃 倾向于这种比较直观的 比较呃 生动的 呃 用呃 生光电 一体化的这种来展现的这种方式 呃 这就比传统的这个报纸啊 等等的这些媒介呢 传递这些信息更有效 嗯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呃 查询我们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 还可以在我们这个网页上 就是找一下我们的这些真正的视频安全的知识 了解一下我们的资讯 还可以呃 看一下我们的一些交点话题 都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自己那天来 我看到了这个网页之后 我就觉得我以后回去一定要多点开来看一下 时不时都要点开来看一下 那你通过手机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的那个手机的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看到 对 这个消费者呢也是免费的用的 这是非常方便 就是这个机子应该就是跟我们那个超市里面的是一样的吧 对 这和超市里面那一款是一模一样的 哦 那那个陶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下 如果说我们想要查询 就想要看那些呃 科普的知识和那些文章 该怎么看呢 最好啊 大家还是扫一下 然后这个二维码下载APP 但是最方便 最方便的 可能有一个人说什么 站在这儿呢 一个查评中单这个地方 然后打开一个页面来仔细的来阅读 嗯 那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拿手机来呢 我们一些数据化的这个信息 我们就随时观看啊 随时数据化的时间就可以来看这些信息 来我们来试一下哈 我们我们呢 就是我们刚刚呢 超市里面用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呃 中章仪器来扫描 然后我们那个陶老师给我们 这也是一样的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 一个呃 调评码 哦 它就是它的整个 也是出来了 也是营养信息 嗯 我们检验检测的这些信息 它都会出来 包括这个地方呢 一些证照的这个信息 嗯 嗯 那陶老师如果我们在一个超市里面 扫出了这样一个页面之后 我们主要要看的和关注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就比如说 要看它首先要有这四个证是必须的吗 啊 有这些呃 证书呢就证明这样 这个企业哈 是一个呃 规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企业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是对这个厂家的一个疾病信息的一个要求 然后这个营养的这个信息呢 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上的一个营养标签 嗯 这个都是必须要的 嗯 然后通过这个呃 检验检测的这些信息呢 能够了解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资料安全的这个状况 主要是要看这三块 嗯 其他的客户的信息呢 还是要通过手机APP来看 然后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信息反馈 那这个是当我们看没有一些信息的时候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反馈呢 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反馈到政府监管部门那个地方去 嗯 然后政府监管部门呢 能够针对性的来要求这些企业 来按照规范的这种方式来生产管理 嗯 是的 非常的方便快捷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片头的时候 我们超市里面的那个中端 那唐老师哈 我有一个就是很多的问题小问 你就是在我们整个大数据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的人才和团队的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你去哪一年 您之前应该是在外地工作吧 嗯 我之前呢在北京上学工作19年 我去了19年 对 嗯 然后13年回到贵阳来 嗯 来参加我们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建设 嗯 这我的理解呢就是大数据的人才哈 它是应该是三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的集合 嗯 首先呢就是我们常规的理解的 必须要有这种软件工程啊 计算机啊 嗯 能够把这样的一些软件程序能够开发出来 嗯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架架起来 这样的是首先的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嗯 其次呢就是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哈 这些数据呢要进行分析挖掘 是 所以说呢我们要有统计学统计学的这个知识 哦统计学方面的人才 对对对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呃我们要有些行业的这种专业知识 嗯 嗯 行业的专业知识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呃 例如说哈我们这个数据分析也不能乱分析 这个信息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服务呢也不也不是随便的服务 嗯 呃它需要说是我们呃根据这个食品安全的本身的这个规律 来进行数据的分析 嗯 来提供相应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服务 所以说我们还要有这种行业的这种专业知识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的这个大数据哈 嗯 我们实全全的当然是要懂食品安全这个相关的知识了 是的 你要是交通的那你要是要会这个交通的这个专业知识 嗯 要是医疗的要懂医疗的专业知识 嗯 这三位专业知识的这个集合呢才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合格的一个人才 嗯 但这个在现实的这个工作当中哈我们很难遇到同时具有这三种数据的人才 都具备的都比较难 对 所以就是要靠我们的一个人才一个团队 嗯 把这个互相弥补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整整体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那就是我们在13年的时候视频安全群团就刚刚成立的时候有多少人啊 嗯 那是我们只有几个人 几个人啊 对对对 那您为什么会想着要回来呢 在北京都那么多年了 嗯 嗯 大数据哈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一个领域 事实上能证明我的眼光没有错 嗯 经过这么些年的这个发展哈 继承为国家的一个战略 也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哈 嗯 有很多的这种应用 也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您本身是贵州人吗 对 那家是贵州的 嗯 就是出去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会来建设大数据建设自己的家乡 那现在您的这个团队的整个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嗯 目前我们有一百一十多个人 嗯 一百一十多个人的其中七十七十多个人是做研发的 哦 研发团队还是是占的比重非常大 对 研发的团队呢 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贵阳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研发的这个团队 嗯 同时呢我们在呃上海在成都 哦 这样的一些原来的信息化发展技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也建了一些小的这个研发团队 那就是刚刚您给我们就是让我介绍信息系统的那个汪经理 就是他您知道他的一个就情况是什么样的吗 他们原来是在呃美国在英特尔在微软在这个地方都工作过的 应该说比较属于比较高端的这种信息化的人才 嗯 也是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呢 通过我们外专局的这个审批全职的到我们这边来工作了 哦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网络前荧幕前的年轻人想来您这工作您有什么要求呢 呃大数据呢 其实哈就是要呃众仇仲见 来参与的这个人越多呢应该说这个数据这个产业它能够发展的更好 嗯 所以说呢呃具体到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来呃那参加工作也好 还是说通过其他的形式来参与一起来建设也好 都是非常欢迎的 嗯 那但是呢要满足我们陶老师刚刚说那几个条件哦 首先呢要有自己的专业对口 要对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统计学呢都有一丁方面的专业基础才能够过来是吧 那不一定 那就是在三个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哈有一个方面 哦有一个方面就够了 对对对 吓死我了我说天那怎么晚一会会统计学要会那个就是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就行了是吧 能够有两方面的就是优秀的人 两方面是优秀的人才有一个方面呢就可以了 对嗯那今天呢就是在这里 有网友提问 哦有网友提问 现在有不少大家说都有溯源功能 那么食安侧的优势在哪里 呃其实溯源哈它是两种溯源 一种呢是物理空间的这种溯源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产品质量信息的溯源 嗯我们的优势呢就是在产品质量信息这个方面哈会比较有优势一些 嗯嗯像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大量的这个检验检查的这种数据这种信息哈 嗯 也做出来了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农产品 它的生产基地 从农田的那个信息开始采集起 整个的它的这个到后台的这种呃 仓储物流运输这样的人信息我们都把它采集起来 嗯形成一个全面条的这个信息的一个采集 也是一个物理空间溯源的这样那个概念 嗯那那个我们图文小姐姐可以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网友提问 啊 其实其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直播来说呢 能够提问的网友其实还挺少的 我们今天啊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是最多的 因为很多就是因为我们要对我们食品安全云这样做一场直播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食品安全云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如何去运用它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吧 对 大数据呢就是肯定是用户越多 这个呃 用的效果呢会越好 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这个编辑成本越低 嗯啊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努力 把大量的这些数据能够采集起来 然后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用户能够来关注这个食品安全 能够把这个呃整个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些信息用起来 嗯嗯 那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啊到这里呢就要接近了尾声 我们今天呢不仅在超市里面 大家逛超市 看到了我们这个食安测要怎么用 然后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怎么利用 我们这个APP怎么利用 只要你在超市里面看见我们的食安测的景观 那个我们的那个仪器 并且你手里有一部手机的话 你就可以对自己购买的东西了解的一清二楚 并且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非常庞大的一个食品安全议论系统 我们的生产许可 经营许可 这场监管是如何进行的 还了解到了我们贵州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前货出生的系列农产品 然后呢我也是人生啊第一次看到 我迷猴桃有自己的生产日记 呃种植日记 然后呢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陶博士呢 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信息 因为呢这样非常专业的一个食品安全议的信息啊 如果不是您这样的专家呢 可能都介绍的不是那么的全面 呃其实食品安全的信息呢 它有很多嗯 食品的种类可能就非常的多的 有很多很多的专家都在从事这方面这个工作 嗯 我们呢只不过是说在食品安全的这个信息信息化 嗯 处理这个方面呃可能呃先走了一步嗯 我提供一些经验来跟来跟大家来分享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这里是国家日报新贵州联合腾讯视频 腾讯新鸣天怪报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 我们下期精彩直播再见 2015年6月17日 食品安全云作为贵州大数据产业终点领域应用示范工程七朵云首选案例 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建设情况 总书记说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 在随后的讲话中强调 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问题 实打实的做循序渐进的推 食品安全云 在国家贵州省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 全社会高度关注食品安全的大背景下 恰逢其时得以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云构建了1126技术工程体系 即一个数据中心 一个信息平台 两类云端服务 实现六类用户连接 实现食品安全相关数据的聚与通用 为各社会主体落实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责任 提供信息服务 三年来 食品安全云科技创新成果累累 构建了乌赫全院士 梅红院士等38位专家学者为顾问 海内外硕博士为核心的人才团队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在2014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中 获得单项奖 打造食品安全云 构建互联网加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模式 李选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中国互联网加行动百家实践案例 食品安全云参加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食品安全电子溯源技术研究及示范 获得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18项 获得30项软件著作权